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范棠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来讨论我们的两个主角的搭配问题 第一个主角就是Section模式,第二个主角就是PS模式 那我们已经探讨了它的初步,它们的两种的美妙组合了 美妙的搭配 那在上一个回合当中,就是前面几个回合当中,我们把重心 放在这个CAMERA 的这个例子上 的换例上 那现在呢,我们要把重心稍微换一下了 把它改用成SURFICE Fringer 来作为这个例子 OK OK 好,那我们现在 把重心放在这一个 一个新的 系统服务 就叫SURFICE Fringer 那我们先 讨论它的 第一个主角 就是 Section的模式 等到这个讨论完毕之后,在下一个小回合呢 我们就会来讨论 这个SURFICE Fringer的 这个 Praxy 跟Stop的 一个模式 OK 好 那首先呢,我们来简介 这个SURFICE Fringer的系统 这个SURFICE Fringer呢 其实它是掌管 萤幕显像 的这种 影像的显示之用 萤幕的 影像的显示呢 总是跟 画布有关 就是 主要是关于这个画布的 画布呢 又称为 Keras Keras 或者是SURFICE SURFICE 那这两个的背后 都是 Buffer 缓冲区 就是绘图的 Buffer 那它是 一对的 一对的缓冲区 其中有一个缓冲区是作为 画图区 一个缓冲区作为投射区 所以它就把这个Buffer的 内容呢 把它 投射在 就投射在屏幕上 投射在屏幕上 所以SURFICE 的任务 就是 掌管跟画图有关跟投射有关的 所以最主要就是画布 再来画布 背后的缓冲区 再来从缓冲区的影像 把它投射在屏幕上 OK 那 在 Android里头AMS 主要是 给用户呢 来 协助用户做这个UI 的布局 的布局 然后呢 把这个布局呢 交给WMS WMS在交给这个SURFICE Flinger 来 这个SURFlinger呢 就会去依照 EG呢 布局 而来这一个取得 取得这个Buffer 因为 布局呢 由这个Layout 布局英文叫做Layout 由Layout才会知道 需要多大的缓冲区 多大的缓冲区 由Layout才知道 在投射的时候 需不需要 进行这个 多层的 多层的重叠组合 重叠组合 就是把很多个 画 SURFICE 叠在一起 譬如说 有一个画布 画的是 一个月亮 有一个画布画的是云 有一个画布画的一只鸟在飞 那么把这三个SURFICE 这个画布把它叠在一起 你就会看到 这个云在月亮上跑 在月亮上跑来跑去 那鸟在这个云里头 回来回去 OK 那这个整个 都是SURFICE 的一个主要的 掌管的任务 好 那这个 刚刚所看到的 这一个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就是在 这Android的 应用框架内部 就是属于Android Service的 那这个Window Manual Service 也是属于系统服务 这三个都是系统服务 但是这两个是用加画写的 叫Android Service 那SURFICE的Fringer呢 它也是系统服务 但是它是 用西加加写的 用西加加写的 一个本地的服务 好那这三个呢 互相的合作 OK 就是让你了解一下 这SURFICE的 在整个Android架构里头的位置 好啦 那SURFICE的Fringer 主要的任务 就是 掌管这一个 绘图的CPU 掌管这个Buffer 还有 配置这个SURFICE 以及呢 刚刚讲的把SURFICE 叠在一起 把它 合成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AP A这个APP 那它画的图是这样的一个图 然后呢 APP2 第二个APP 它画的图是这样 然后呢 经过SURFICE Fringer 把它合成 合成之后就变成 叠在一起啦 叠在一起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把这个云跌在月亮上 然后呢 鸟也在云上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月亮在云里头跑 鸟也在云上 OK 等等的 那这叫做 所谓合成 就是合成SURFICE的意思 这每个都是一个SURFICE 这个也是一个SURFICE 然后把它合成 这是合成的 OK 好 所以FrameBuffer里头的SURFICE合成影像 再透过这个驱动 在 就是 在FrameBuffer里头的这个SURFICE 把它合成成为影像 然后呢 再透过呢 启动模块 来映射到实际的硬体设备上 那这个实际的启动模块 就是在我们 所 介绍过的这个HEL层 HEL层呢 里头有这个 有 HAL的Driver 的模块 然后呢 他再来调用 这个LINEAS的KERNEL 的这个Driver OK 然后这个 例如说这个就是HEL层的 这个是 HEL层的 这个HEL的 启动模块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 这是 这是属于HEL层的 就是 硬件抽象层的 它已经 是非常接近 KERNEL层的 那上面就是Android的系统层的 这就是Android的系统层承浪 那上面就是属于 Java的 App承浪 OK 所以 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 OK OK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Service Fringer跟 SM 整整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 刚刚只是让你了解 认识一下Service Fringer的 任务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取得Service Fringer的服务 OK 那我们先 第一个先了解 Service Fringer 跟Service Manager 都是本地的服务 那这个 我们称为 天字第一号的服务 的 天字第一号的这个系统服务 的系统服务 OK 系统服务 好 首先 第1个动作 我们先认识一下 这个 这个是一个Native Service 这是一个Native Service 这也是 Native Service 那这个是Service Manager 好 那2个都是系统服务 所以都是有 Handle 放到这一个 Mate Driver里头 都有放进来 那这就是 当然其他还有更多更多的服务啦 只是我没画出来 现在我们就把这两个重点 现在我们就把这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Service Manager 一个是Service Fringer 好啦 好啦那现在接下来这边App来咯 假设我们这边有App启动了 那该怎么办 OK 好啦 这个当 当 WMS 需要Service Service的时候 就是这边的App 然后会跟WMS 要Service WMS呢 会来这边 产生一个 这个Client 产生一个Client OK 这是App 这上面是Java 这边是C++ 这边是C++ 所以App 跟WS要 WMS来这边弄一个Client 好这等一下 你就看到啦 OK 所以 Window Manager 需要Service的时候 就创建了一个 叫Service ComposerClient 好 所以这一颗就是 叫做Service ComposerClient Service Composer 全名 ComposerClient OK 就是这一颗 所以就会创建一个这个对象 就是长在这里 就叫Service ComposerClient 然后呢 Service Fringer在这里 然后Service Manager也在这里 OK 也在这边 OK 好 那Service ComposerClient 他会 调用 SM 就是会 请SM去绑定 就会调用SM的GetService 也就是 请求呢 SM协助绑定 Service Fringer 所以第1个动作呢 这一个 要去找SM 然后呢 然后呢 请SM呢 来做绑定 Bind Service的 一个任务 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 Client 要先透过SM 才能够绑到 这一个Service Fringer OK 好 那我们就 接下去了 他已经 透过SM 绑定了这个服务 绑定 不是 他在这里 他这个第1个先 要求 这一个SM 要求SM 去绑定 这个就是 要求 SM 去 这个 Bind Service Fringer 这个服务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去绑定咯 所以他就绑定了这个服务 然后把这一个Service Fringer的IP接口 传回来给他 他就可以指向他了 好 所以 SM绑定了服务 就将Service Fringer的IP接口 回传给Service Composer Client 就回传给他咯 OK 好 接下来 Service Composer Client 就可以透过IP接口 就可以去调用他咯 就可以调用他咯 所以 这边 建立一条这个 连线 因为他已经抓到他了嘛 所以 他就跟他要 一个连线 要一个连线 OK 所以刚刚 这个是第1个动作嘛 这是第1个动作 要求SM去绑定Service Fringer 绑定之后就return 这个指针回来的嘛 然后第2个动作 就是Zen Connection 对这个Service Fringer 见这个Connection 这个时候呢 他要Connection 他就会去New New一个 创建一个 助理 他会创建一个助理 这个助理呢 叫做Be Client 叫Be Client OK 所以Service Fringer Composer Client 对象与Service之间是N对1 因为 这个Client会有很多个 Client No.1 Client No.2 Client No.3 会对到同一个Service Fringer 也就是多个访客 会对到同一个 这一个原外 因此呢 就需要有Session的概念了 所以因为他是N对1的关系 因此呢 Service Fringer 这是原外 就会创建一个Be Client对象 这叫助理 因为 Client太多个了 所以他原外服务不完 这就是访客啦 访客 因此 就New一个 Be Client的对象 来服务这个访客 因此呢 所以创造的 这个访客跟 助理 然后就是访客 逐渐是1对1的关系 OK 因此呢 这个就是 产生出来的助理 这是原外 这是原外 这是访客 所以这个就是Session模式 这个叫Session Session模式就出现了 Session模式就出现了 OK Service Compose的Client 与Be Client之间是1对1的关系 就是 这边有一个Client No.1 这边就助理 No.1 那如果这边还有Client No.2 这边会再有一个助理 No.2 这样子 所以他跟他是1对1 他跟他是1对1 OK 那这个是助理No.2 OK 好 那我们接下去 所以 所以 就会 Service Compose 就 这个访客呢 就可以透过助理 透过助理 来要求呢 配置一个Service 所以他是跟助理要 OK 所以这个访客就跟助理要 像 像 像助理 取 一个 画布 取 取一个画布 叫Get 一个Service Service 好 那但是 这个助理没画布啊 所以助理就跟 原外药 他跟助理要 助理跟原外药 OK 原药才有画布 啊 原外才有画布 OK 才有画布 所以 他跟他要画布 就是 他跟他要画布 他就跟原外要画布 OK 所以原原外呢 所以原外就创建一个Service 创建一个画布 这个Service的对象呢 就是 画布 画布的 OK 然后将他的IV接口回传给ServiceComposerCline 在这里 所以他就New一个 这个Service New一个Service 所以 啊 他跟助理要发布 助理跟原外要发布 原外就New一个发布 然后把发布的IV接口 这发布的对象 这是发布的对象 里头含有发布 这是发布的对象 里头含有发布的指针 然后呢 再把他IV接口给他 所以他就可以 跟他Token了 啊 所以他就 变成有两个助理的哦 有两两种助理 有两种助理的哦 好 那Service ComposerCline 跟Service 之间是一对N的 就是说 一位Cline 一位Cline 可以起 得 得 N个 发布 可以取得N张发布 OK 所以这是E对N的 啊 这是E对E的 这是 N对E的 OK N对E的 所以 他 起 一个Cline 可以取得多个发布 多个发布 OK 所以 Cline对发布之间是 E对N的关系 因为一个 AP可以取得很多张发布 因此呢 ServiceComposerCline 就创建一个 ServiceControl的对象 来让他一对一 所以呢 在这里 啊 因为 所以 他对他是 啊 是E 对N E对N 所以呢 变成是原外在这里 访客在这里 所以这边就会产生助理 产生助理 来服务他 服务他 也就说这个时候这边是访客 相对上 这边是访客 然后这边是原外 依的是原外 因此呢 原外就 New 这个助理 来服务他 OK 这是倒过来的 倒过来的 原来是这边 New他来跟他对应 现在是这边 New他来跟他对应 这个都是Android的 ServiceFringer的一个 真实的 架构 真实的架构 OK 好 那我们就 关于这一个 ServiceFringer 背后 也就是幕后的 Session模式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先讲到这里 还有 我们下一个 打开 我们下一个 感谢观看